好另外在花莲市民代表会市政总质询当中 多数的代表是关心新兴路拓宽工程的进度 以及市区人行道路的铺设品质 因此代表会也特别安排了市政的考察行程 由市工所来陪同来听取工程单位的简报 花莲市民代表会在定期大会期间特别安排了市政考察 针对质询议程当中 多数代表们关心的建设议题展开实地会刊 我们特别挑了一天 就是作为给我们市政的考察 有几个地方是代表们希望去看的地方 其实对于前面的工程 我们就觉得是代表们其实也长现实 长知识 原来一个工程的完成是很多的机关 很多的单位要配合的 不一定是我们老百姓看到的就是这条路怎么做了那么久 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个蓄水池 有的时候是为了另外的单位的管道 大家都要互相配合 包括我们花莲市的道路 经常会被人家诟病的 就是说为什么这条路开了那么久 老是这个 有的时候就是为了管道的关系必须要停下来 我们觉得工手很愿意来做一些公共工程 或者是老百姓比较喜欢的一个活动 但是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说 尽量我们可以配合好的政策 是要互相配合 首先第一站来到了新兴路拓宽工程现场 由营建署北区工程处为代表们来说明目前的工程进度 代表们也就制红池、红绿灯 还有路口衔接宽幅等提出了意见 工程单位都详细做说明 接下来代表们再来到了东华副小门口 视察人行道改善工程 这个工程是施工所争取前瞻经费执行 优质的施工品质还通过了营建署马路好行的选拔出品 代表会希望能够以这里为标杆 未来施工所的人行道改善 也要力求达到这样的水准和品质 华联市民代表会定期大会市政总质询议程 就在紧凑的考察行程中圆满结束 介入一会欢迎市报道